面設計完成之後顏色要更改或者顏色字的大腳更改都ok 那怎麼更改了基本上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顏色更改其實只要點TestView有沒有 然後這邊不是底下的屬性屬性的話有個TestView的 Test是他裡面的字 然後TestColor就是顏色部分 那Color部分的話呢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用那個16鏡位置的顏色 前面加個景然後顏色的話 這調色盤啊我想你可以用Photoshop或者什麼相關的 好像在那個小畫家裡面不知道有沒有 也可以調出顏色他會有個號碼出來 那 前面兩個是RGB R就是紅色綠色藍色那是16鏡位0到9A到F 所以如果說你要讓綠色出來的話那就是 00沒有紅色 FF綠色全部 零零藍色沒有那就是RGB了 有沒有三種那只有綠色所以是零零FF 零零然後這個是做網頁 那你就是 給顏色做這地方就改變了 你把移開之後 顏色就出來了 大概只是改這些 Test電話還有Size Size部分的話呢你可以給他比如這個字我還不夠大的話 你可以再給30 後面單位給SP SP 單位是SP OK按Enter 有沒有字就放大一點點 那縮小的話也是一樣啊字放大縮小 我想 請 自行在 做一個列 變更那裏面的Button也是一樣 如果你要把Button的顏色 更改的話也是一樣 OK好大概類似像這樣啊最後一樣把它Safe Safe之後的話呢接下來我們要來撰寫程式 畫面做OK的那再來程式 程式的話呢你就要思考說哪些地方 需要做什麼樣的變化 也就是說呢我當我怎麼樣呢 當我按一下這個按鈕的時候 他要把什麼 把這個0放上去 當我按這個1的時候他要把1放上去 按2的話把2放上去 那你要思考 這個地方有哪一些 元件會被使用到 如果會被使用到你就要先宣告為一個元一個物件 因為將來會在記憶體面 需要去用到他那我用到他一定要利用記憶體的空間 那第二個是說要連結他 因為記憶體上面有東西跟畫面是無關的啊 你要把它連結連結之後 再來就是建立事件事件就當我按下這個按鈕的時候 要觸發什麼事件 把上面的上面的TestView的字改一下 就這樣而已 所以一樣的流程跟那個 之前那個HoloWorld的那個範例基本上差不了多少 OK那我們怎麼去做 首先的話呢 我們第二步就是 開啟我們的SRC 裡面的那個 這個 這個檔案 有沒有 他的檔案一定是 點Java 其實 就是在撰寫 Java 所以 如果你有學過Java或者學過 像學過 SRNet 那個CShop 跟Java很類似 有類似有那種 層次元基礎的話 會 更為 輕鬆 那這邊把它打開來 點兩下 記得是在SRC目錄裡面的這個 這個套件 裡面的這個檔案 那開起來之後的話呢 我們可以看到 那程式寫在哪裡 特別注意 請各位 注意 Extense 這個是我們的class 他基本上 將來呢 這個點Java的檔案 他被 Compile編譯之後的話 會變成一個class 會變成一個 一個類別 那這個類別名稱就叫做 MainActivity 那這個名稱當然將來如果你不不不喜歡這個名稱你可以改 不一定要叫MainActivity 那只要預設的 那他後面會有一個Extense Extense就是繼承 繼承Activity 那這個有個物件導向觀念就是說 他繼承的Activity 所以基本上他可以擁有Activity的 大部分的 應該是全部的功能 全部的方法 那我怎麼知道 Activity是什麼呢 你把游標放上去 這邊就有相關的說明 然後把它展開來的話 裡面 就會有個生命周期圖 這個一個圖 那這個圖裡面的主要傳達什麼訊息呢 實際上你也不要把Activity想得太複雜 基本上Activity就是一個什麼 就是一個 你App畫面 App要載 展開的時候的話 一定會跳出那個畫面 那由誰去把它載 載入這個畫面 其實我們畫面做好了 那要誰去把它打開來 其實就是由Activity去做 這件 那Activity簡單講 他就是 去控制 畫面 上面的一個控制 控制器 由他去控制 所以呢 他的生命周期說 第一個就是 當 我們去點擊那個App的時候 有沒有 點App的時候有沒有 他就會跳 他就是生命周期 第一個 他會去執行uncreate 為什麼他先把它run uncreate 裡面呢就會先把那個畫面先載進來 所以我們剛剛有建Layout Layout就是那個版型 其實就是畫面 我要把畫面展開 裡面有很多元件有沒有 順便把它放上去 OK就是 Activity其實他的動作 其實基本上就是把那個東西先載進來 所以是uncreate 再來的話unstart 他會生命周期 第二個unstart 第三個是unresume 再來就是 Activity running Running 等於這個App就被執行起來了 不過呢基本上 我們寫簡單的程式 不會 去 撰寫所有的方法 其實最主要會撰寫的 只有uncreate 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 在 這個activity裡面有沒有看到 他第一個有沒有 會 去 執行的方法 只有uncreate 那unstart 沒有去 去 去 其實等於是負寫 因為這個是繼承 他是 負親 那我要 我又建了一個 值類別 那我就必須 把 這個uncreate 負寫 所謂負寫 就是說呢 我要重新定義我要做什麼事情 如果沒有複寫的話 那就是照原來 Activity原來的 方式去進行 那我要怎麼複寫 特別注意喔 你會發現他裡面 當uncreate 裡面它是 setContentView 那什麼叫setContentView 就是把畫面載進來 那載進來 哪個畫面呢 R 其實是指的是 我們的resource resource 裡面有個layout layout裡面是不是有個什麼呢 ActivityMan 其實第一行程式就是把畫面載出來意思啦 對不對 那第二步要做什麼呢 就是我們要後面要做的連結跟事件 所以呢基本上 我們 後面 基本上以後我們就是分三個步驟 撰寫程式 請你把那個 游標放在 EssentActivity 最後 unenter 然後斜線斜線 先打註解好了 剛開始 不要 註解的話 我習慣是 宣告物件 固定的 固定的啦 然後第二個是在 SetsContentView這個後面沒有 這個地方就是uncreate的裡面的這個 你慢慢習慣這個我想你寫程式不會寫錯 在SetsContentView後面這樣 Enter 然後打那個什麼的 打那個 第二個步驟是什麼 連結 連結元件 元件的話我是把 畫面上面有四個東西我把它當元件 那第三個就是什麼 就是建立事件 那所謂建立事件就是說 當我按下按鈕的時候 這個動作 我們就 我們就叫做事件 那這個事件觸發的時候 要有一個 我們叫listen的 其實就是傾聽者 有點像掃描 他有點像保全 他在那邊 管 有人進來了 我就做什麼 我就要 做什麼事情 處理 那這個就所謂的事件 所以基本上 就是 123 那位置特別注意 一定是在 Intense的後面宣告 然後 連結的話 是在SetsContentView的 下面 你把它按Enter 那這個小 這個大瓜糊 不能 不能把它刪掉 不能亂刪 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有同學亂刪 成事就完蛋 OK 那這個地方 Enter之後 就打上 連結元件 跟建立事件 OK 把它save一下 註解先打上去 再來的話我們要思考 宣告哪些物件 基本上 物件的部分呢 就要看哪裡 看這個 你的概要 概要裡面呢 有出現的 TestView有沒有 就宣告叫TestView 名稱也叫TSTshow 那宣告的方式的話 記得是 前面是類別名稱 後面是物件名稱 那Button的話呢 有三個你可以放在一起 所以打上去的方法的話記得 Enter然後TestView 記得 注意一下大小寫 T跟V 是大寫 然後 我們一樣打同樣名稱 TSTshow 可以然後按一個分號 這個是固定的 那你 會發現TestView呢 如果你字沒打錯的話 移到上面會出現 匯入 TestView的 這一個 這個 import 這個類別把import進來 好 那import之後就不會有錯誤了 import到哪裡 其實就是在這個上面 他會把 這一個 Android的那個 VG 這個元件給匯入進來 才可以使用 OK 第二個的話呢 是Button 所以在概要裡面 各位也可以看到 在概要裡面 對不對 有一個叫 後面刮回 叫Button 對不對 然後名稱叫 B01 B02 B03 所以呢 我們可以這樣宣告 然後 然後也是這樣一個分號 不過特別注意好 這個郵票移上去 只要沒打 如果你有的同學不就 不小心把這個打 打錯 比如說B O T T 打錯 郵票放上去的話 一定也不會匯入 他只會出現建立 如果你看到建立的話 那表示你打錯誤了 看一下 OK 那郵票放上去 把Button也匯入進來 上面就會多一個Button 對不對 然後呢 B00 那B01 B02 你想說 那是不是還要再多打幾行 其實不用 你可以在這邊按豆點 B00後面的話 加一個豆點 然後再打一個 B01 豆點 B02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同時宣告 三個 物件 OK 那我們就完成了宣告物件的動作 好 再來 先把它save一下 等一下再來看連結跟事件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